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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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会,宗教生活,高效的智力能力 可持续发展与移居环境 以及捍卫人民福祉 Amiruddin指出 这五大愿景将提高雪洲的生活质量 让雪洲子民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而这只有在负责任 有道德和有原则的领导下才能实现 昨晚出席竞选宣言推介仪式的 还有雪洲行动党主席郭宾兴 雪洲诚信党主席Essam Hashim 以及雪洲国阵主席Datomega-Zuganayin 首相Datouzi-Anwar表示 随着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 有意来马投资 我国在国际上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首相认为 这有来于国家的政治稳定 才能成功恢复投资者的信心 提高我国在国际舞台上声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也是西蒙主席的安瓦 昨天在竞选演讲时指出 西蒙奉行成熟政治 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稳定 且造福国人 首相重申 当今政府有责任保障国人的权利 无论种族和宗教背景 以确保团结政府的可持续性 通讯及数码部长发明要民众放心 六周选举的成绩 不会影响团结政府 在联邦政府的政权 他说 无论第十五届周选举的成绩如何 联邦政府不会产生任何变化 强调政治稳定 是吸引长期投资的基本条件 以促进国家经济增长 发明表示 除了政治稳定 数码经济也是 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领域之一 ekonomi digital akan menjadi antara dua teras utama perkembangan ekonomi dalam negara kita pada tahun lalu berbanding enam bulan tahun ini enam bulan pertama tahun ini menampakkan pertumbuhan pelaburan dalam ekonomi digital ke Malaysia meningkat 277% hampir tiga kali ganda daripada sekitar 7.5 bilion mencecah hampir 24 bilion tahun ini Januari ke Jun 2022 7.5 bilion Januari ke Jun tahun ini hampir 24 bilion dan insyaAllah dalam masa terdekat saya juga difahamkan ada beberapa pengumuman pelaburan tambahan sektor ekonomi digital akan menjadi antara sektor terpenting 另一方面 Farmi也 劝请公务员 避免在 办公时间 参与 政治活动 libatlah diri dalam proses demokrasi walaubagaimanapun suka cita saya ingatkan untuk elak berpolitik dalam waktu pejabat hak itu adalah hak masing-masing cuma berpada-padalah dalam kita mungkin mengekspresikan meluahkan perasaan tentang keputusan ataupun pilihan pilihan masing-masing tapi jalankan tugas masing-masing Farmi是 在通讯部的 常月集会 致辞时 这么表示 出席者 还包括 通讯及 数码部副部长 张念群 以及秘书长 Dato Mohamad Fawzi 西马半岛 六州选举 竞选期的 数两天 滨州警方 共接负三宗 破坏党旗的投报 警方指出 这些投报 是在 7月29日 至昨天 午夜 接负 目前 已经开灯调查 暂时还没 逮捕任何人 滨州警察总部 第十五届 州选举媒体 发言人 布斯巴尼登 指出 截至7月30日 警方共接货 三宗党旗被 破坏的投报 分别在 滨岛西南县 威北及威中 发生 他说 槟城周选的提名 过程顺利 警方未接货 有关3R 也就是涉及宗教 种族及王室 课题的 投报 我国的乡村货穷 预计在明年 降低至10%以下 副首相 达德斯里安曼 赛西表示 大马的乡村货穷 目前为12% 比起之前12.9% 来得低 至于乡村赤品 则从2019年的 0.9% 降低至 去年的 0.7% 也是乡村及区域发展 部长的 阿曼沙叶志说 团结政府将 智力缩小 国家的 贫穷率 azam kita pada tahun ini 2023 dan tahun hadapan ianya akan berada di tahap satu digit artinya tidak berada di tahap 10% ke atas ini azam dan azam ini harus diikuti dengan berapa usaha begitu juga kita lihat dari segi program peningkatan pendapatan di mana program peningkatan pendapatan ini di mana kumpulan miskin tegak dan juga yang berada di kumpulan B40 agar dapat dibantu untuk menjana pendapatan 为了实现 上述目标 政府制定了 各种计划 增加 赤品群体 和B40群体的 收入 像是 提升 收入计划 技能培训 与职业发展 计划 以及 刚刚 综合经济 发展计划 另一方面 Amazahir 表示 改善 原住民权力 的1954年 原住民法令 修正案 预计 也会在明年 中旬完成 Libat urus telah dilakukan dan kita mesasarkan selewat-lewatnya pada pertengahan tahun hadapan apabila sidang parlimen diadakan ini perlu kerana kita mahu bukan saja Jabatan Pekuat Penggara tetapi pihak-pihak yang berkepentingan harus terlibat supaya ditangani kerana kita mahu akta yang ditambah baik ini akan boleh digunapakai untuk mungkin 50 tahun akan datang 无论如何 她说 1954年 原住民法令 将根据 情况 不实改善 今年 二月 Amazahir 表示 有意 修订 1954年 原住民法令 以改善 原住民的 土地 所有权 婚姻登记 以及 原住民 儿童出生的法律问题 selam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来由体育新闻 上个星期,大马云总宣布 国家羽球青年队当大教练总监 Data Miss Boone 决定和云总分道扬标 双方同意终止合约 并且即日生效 不料Mis Boone召开记者会 抛轰云总是单方面终止合约 自己成了待罪羔羊 Mis Boone召开记者会时 表示自己对于总的态度感到沮丧 并反复 大马云总上个星期发出的文告 表示他和于总并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Mis Boone指出 于总在做出这一项决定之前 并没有和他讨论 他还说如果是根据普通合约 一般都会在指定期限内解约 但自己确实及时生效 让他感到不尊重之余 自己为国家青年队制定的训练 也付出流水 这位国家宇宙传奇还质疑于总 为何整个青年队在印尼亚州青年 与球警标赛的失利 只有他一人受到惩罚 而事实上他只是对单打球员负责 Mis Boone给炮轮与总管理层 频频插手她制定的训练计划 这些计划受到干扰最终无法树立进行 他还警告如果类似情况持续 大马羽球难以会有出头天 上个月华语乐坛天后 李文离世震惊娱乐圈 让亲友和歌迷悲痛不已 李文的家属昨天在香港殡仪馆 为她举行追思会 世界各地的粉丝 以及多位区内好友纷纷到场 送李文最后一程 而今早 李文的两位姐姐也亲自 护送李文的邻族到腐话场腐话 世界各地粉丝赶赴香港 送李文最后一程 其中台湾也有上百位粉丝前来 特别制作布条来到现场追悼 以花海送别巨星 李文的二姐李思琳 在追思会上回忆姐妹之间的点点滴滴 还一度哽咽 我喜欢她 她对事业 非常的努力 非常的专业 光芒万色 她对家里面是那么的孝顺 她姐妹那么情深 她对她的朋友 像阳光一样的温暖 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 一个小女生 我一直不能接受 但我只能记得 而且我会继续做的事 她告诉我的 叫我要坚强 她把她的快乐 跟她的勇敢 一直不断地照亮给我 我一定要把这个 她的精神 一直保持下去 而且 I'll keep on dancing singing for you and shine for you 你是我的巨星 我永远的天后的天后 我的女神 You're my everything I love you 李文上个月5号 金船离世 中年48岁 据报导 李文曾经忧郁症 病况急转直下 李文的追思会 昨天晚上6点到10点举行 并在今天出病火化 两位姐姐亲自挑选的遗照 在日前曝光 是李文在2013年推出专辑 盛开所拍的照片 照片中的她露出招牌笑容 将她的欢笑留给了世人 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感谢收看 五世代近航 Salamualaikum warahmatullahi wabarakatuh 下回